怎麼樣 兩名女子站在門口 白色上衣的男子走出來 立刻被抓住衣裏 不要動他 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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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看到圓景 明顯變得慌張 連上衣都在掙扎中被扯掉 而報警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們 男子不肯配合圓景 不斷掙扎 被噴了辣椒水 拿到辣椒水 真的不分給你 比起你一點都不過分 你這種痛 上過我們的時候 你不痛嗎 我們不痛嗎 不要再叫老婆了 不要再去結婚 他已經跟我講 被騙人的 沒有人像你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沒有人像我這樣 你才會這樣子一直逃 這名男子是通緝犯 在新竹涉嫌過失致死罪 遭到通緝 跑到台南躲藏 透過網路交了不少女朋友 還有金錢糾紛 這些女友們不甘心 人才兩失 組成了復仇者聯盟 你不要這樣抓我 我已經配合你獨下 你先把生生交到來幾號了 被騙的四個人當中決心要同期犯男友付出代價 終於目送他上警車 現在換菩薩牽你的手 請你放心的跟他走 請你放心的跟他走 騙財騙色還被捅起 三十三歲的溫馨男子被逮到派出所 女友們希望他能夠受到教訓 不要再為非作膽 三令新聞王少宇 何聖鳳台南報導 男子手臂搂著鏡頭前兩個人相擁 沉浸在戀愛時光裡 這就是劈腿的三十三歲同期犯 和現任女友的合照 但不只這個 他紅石還擁有好多女友 慣用手法都是在網路上先撩妹 然後變身軟男 被案人現身控訴這名男子 現在網路上謊稱自己是車行 老闆會試圖住進對方的家中 一開始會出錢 但開始借錢 甚至監視器還抓到他偷走其中一個女友 開店一整天的營收五千八百元 兩個月前開始幾個前女友們 發現對方後 組成群組復仇者聯盟 疑似在網路上找目標 比比就劈腿 同期男網路上的照片 和本人實際有落差 甚至現任女友們 至今還被騙得團團轉 哥哥還拜託這些前女友 幫忙救出妹妹 不要再被騙 這男生怪怪的 然後所以他就是透過交友軟體上 去找到另外一個受害者 然後他們當下在線上 是有對職的情況下 然後可是對職的情況下 就是這女孩子 就是這個他現任 不願意相信他是這樣的人 如今劈腿男被逮 也還給這些女友們 該有的公道 但留下的感情債 恐怕還很難還 三日氣客客人 玩又好高雄才找不到 二 三 一 八 四 八 感谢观看